一个青年同别人一同开山 当别人把石块砸成石子 运到路边卖给建房的人时 他却直接把石块运到码头 卖给城里的花鸟商人 因为这儿的石头总是奇心怪状 他认为卖重量不如卖造型 三年后 他成为村上第一个盖起瓦房的人 后来不许开山只许种树 于是这儿成了果园 漫山遍野的鸭梨招来八方客商 他们把堆积入山的梨子 成框成框的运往北京和上海 然后再发往韩国和日本 因为这儿的梨 枝浓肉脆纯正无比 就在村上人为压力带来的小康日子 欢呼缺越时 卖过石头的果农 卖掉果树开始种柳 因为他发现来这儿的客商 不愁挑不到好梨子 只愁买不到成梨子的框 五年后 他成为村里第一个在城里买房的人 再后来一条铁路从这儿贯穿南北 小村对外开房 就在一些人开始急事办场的时候 还是那个农民在他的里头 起了一堆三米高百米长的墙 这朵墙面向铁路 卑衣翠柳 两旁是一万无计的万亩泥园 坐车经过这儿的人 在欣赏盛开的梨花时 会突然看到四个大字 可口可乐 据说这是五百里山川中 唯一的一个广告 那朵墙的主人 凭借着这朵墙 每年有四万元的额外收入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 日本丰田公司 亚洲区代表 山田新一兰花靠叉 当他坐火车 路过这个小山村时 听到这个故事 他为主人公罕见的 商业化的头脑所震惊 当即决定下车寻找这个人 当山田新一找到这个人的时候 他正在自己的店门口 与对门的店主吵架 因为他店里的一套西装 标价八百元的时候 同样的西装 对门标价七百五十元 还标价七百五十元的时候 对门就标价七百元 一个月下来 他请卖出八套西装 对门却卖出了八百套 山田新一看到这种情形 非常失望 以为被讲故事的人欺骗了 当他弄清真相后 立即决定一百万年薪聘请他 因为对门那个店也是他的 物质和知识的贫穷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贫穷 想要成功 必须要有与众不同的想法 和广阔的商业思维 面对快速发展 日益变化的市场 必须要有与时俱进 不断创新的商业头脑 才能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从而获得长期稳定的发展 您认同吗 认同的关注点赞